最后叫带队伍 带队伍就是你要告诉大家 网络营销人的未来发展 这个图上有一些线条 它分别代表不同人的未来人生曲线 纵轴是收入 横轴是年龄 每一条竖线代表十年 据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工作到七十岁 那么从二十到七十岁要五十年的工作时间 这五十年大家的收入就会像图中所表现的那样 形形色色 第一种工人农民和教师是哪一种呢 这种人是设中国最基准的最大众的力量 它是那条平行线 这一条线上就是说这些人收入高也高不到哪 低也低不到哪 那么就是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程度 就是这群人 还有第二种 医生工程师技工和理财师 这种是拼个人能力越老越吃香的一族人 这种人就是一条折线 随着年龄增长身价不断递增的这种人 第三种还有一种是富二代 官二代 败家子这种人 这种人是一个直线下滑的一种人 还再往下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特殊工作者 比如说二奶啦 小三啦 还有中奖者啦 这群人他的钱会暴涨 但随着年龄增大 他有可能会暴跌 就是这群人 还有第五种是白领文员程序员 这些人用一句话概括叫吃青春饭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收入是缓缓增长 是几乎说迅速增长 会在一定时间内缓缓下降 如果他不更新他的能力 他会变到这一程度 还有是后继爆发大气晚成者 随着时间积累 一点点积累实力 到最后因缘巧合突然爆发 这种一般的领导者都是这一种人 比如说像马云 坚持了十年最终爆发的那种 但大多数人 很多人是成不了老板的 但他也要顺风顺顺的发展 那哪种呢 就是曲线上升的那种人 这种人是最理想的职场人 每走一步跳上一个台阶 一直活到老干到老 居时干到总裁 是不同种类型人 然后人的命运会有六十年 当然是古代是有六十年 现在是有八十年 咱们按一甲子算 二十年为一个轮回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二十年的辉煌 二十年的低谷和二十年的平淡 如果活八十岁 注定会有二十年 会要么高峰要么平淡 就看你起步是怎样 然后再往下看 职业发展 网络营销人的未来 大家看 如何做一个 像曲线上升的这种态势 那只有一种增进自己的实力 而实力不仅仅是说学的吃书本知识 听人听课 还有很多方面 第一个方面叫实战技术精进 你做的事情 你越做越专业 越做越实战 越做钱越多 那这种方面要精进 第二个 知识储备要精进 一个这个时代的知识储备 每三年就会变一次 尤其是网络行营销人 当时很多人做微信 一批微信营销 我还没觉得怎样 几乎在一月之间 就大街线上传开 还有现在那比特币 大家听过这个词吗 也就成立两三年 那么还有一些东西 昨天我听到一个新的技术 是通过可见光 就能传输网络信号 那这个技术 如果我现在回去闭关三年 出来之后 整个世界就面目全非 所以知识储备 一定要与时俱进 与时协行 还有管理水平要精进 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 要么你在专业上非常非常专 要么你在管理上非常非常强 要么向管理方向发展 要么向技术方向发展 但技术方向会面临的 一个什么程度呢 最终会有一个高速上升 还会有缓缓下降 当你到达40岁的时候 你的技术是100分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小伙子是20岁 他能做到80分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是要80岁的还要40岁的 大家自己心里都就有数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80分和100分 没太大的区别 所以大家不仅仅是技术水平要突进 管理水平也要突进 否则注定会被职场所淘汰 接下来D是为人处事水平要精进 一个公司里除了人就是人 还有事呢 事是人为的 事在人为 如果为人处事水平不精进 那就会网络营销人大多数是技术出身 很有可能会进入别人进入的圈套 发展到一段 业绩起来了会被别人拿下 再换公司再发展起来再被别人拿下 因为你为人处事水平不够 还有最关键的政治水平要精进 政治水平是什么 就是办公室政治 不要以为是办公室政治是什么负面词 因为如果你在办公室内部 你跟大家都斗不好 将来怎么敢把你这个企业 一个总裁位置交给你 让你拿着这个企业去跟外部 工商税务地体流氓 政府媒体关系去跟他们斗 所以很多公司是放任办公室政治的 其实目的就在于此 其实为人处事和政治水平是最大的短板 一定要在这方面加强甚至注意 这样我们的工作周期才能永保长青 再往下 大家再看 为什么网络营销人的职业建路图 你每升一级 比如说我现在是SEM竞价专员 我要做搜索引擎营销主管 那么这种程度 请问你的知识能量高度要达多少呢 你的层级每升一倍 你的能量储备要达到八 就像一个土堆 追上土堆 你罗一米 它需要一立方米 如果你罗两米 它是一个体积 体积立方级增长 它需要八立方米 如果你再升一级 你从搜索营销总监变到市场 网络营销总监 这要变得三级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的能量体要增长到27倍 如果你在生长到市场营销总监 你的能量要变得64倍 这就是你的增长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 不会这么一直增长上去呢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 在20到30岁之间 是成长的最佳黄金年龄 没有任何负担 没有家庭负担 没有养老负担 没有孩子负担 没有房子负担 什么负担都没有 只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积累 那么很容易在30到40岁的时候 当你一切负担来的时候 就没有力量去积累了 只能被沦如底腾 好 再往下看 大家看这几个词 专家 行家和大家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现在是市面上 天上掉下一个陨石 就能砸自己个专家的时代 人人都可以成为专家 当年我们刚刚做网络营销 什么都不懂 老板就给你一年一百万 你给我做出什么是2000万的业绩 那个时候是最迷茫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专家最多的时候 老板听到这个专家一句话 好 你往这个方向做 听到那个专家话 又往那个方向做 最终是一派瞎指挥 自己的东西很多都执行不了 所以我骨子里特别痛恨专家 也不希望别人管我叫专家 好 其实真正的专家还是很伟大的 怎样成为一个专家 那么他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积累 就能成为专家 一万个小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方向上 连续精进事积累一万个小时 每天如果工作十个小时的话 在这方向上 一年是365天 3600个小时 再加上一些假期或者其他的事情 你330个3300小时 连干三年 你就能成专家 但为什么很多人连干了三年 十年都干了 他成不了专家呢 因为他用同一个方法 做同一件事 做了三年 所以他没有成长 驴子拉木拉一生 他也是个驴子 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去达到一个目标 每天都要有进步 这样你做三年 才能成专家 什么样成行家 达到三万个小时 就是行家 行家的另一词 叫行家离手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大家就知道行家的分量 它需要三万个小时积累 要十年时间 面壁十年才能突破壁 板凳虚坐十年冷 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 是吧 苦读寒窗十年 才能成一点点名声 那就是古代 现代也一样 如果你不能在一个行业 一个方向上 经济十年 很难成为行家 行家就是在这个行里 你一看就知道怎么做 只要一伸手 就能把它救活 或者做成 这叫行家 那接下来还一个大家 大家是什么 就是积累五万个小时 意味着要十五年的时间 从二十岁积累 要积累到三十五岁 一直沿一个方向 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精进 这西方喜欢讲的精进 不断的精进 才能成为大家 成为大家之后 就能真正做到 随心所欲 不欲举 什么事都能 随心所欲的去做 而且还不能 不会超越规矩 还不会跳出 破坏各种各样的规则 这就是大家 那么思考一下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 都无法成为 最理想的职场人 是因为二十岁的时候 他应该在学习 但他谈恋爱了 是吧 二十五岁结婚了 二十七八岁生孩子了 然后三十岁 再离婚了 然后再往后 该怎么怎么的 当他真正发现 自己需要事业 有所成的时候 他最黄金的年龄 已经错过 怎么办 所以他只能 一点点走下坡路 要么精进 那就只能在 其他的低端工作上精进 好 这就是残酷的 职业路线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